好各位我是Tim 欢迎收看我们新一期的后台节目 希望你在看到这个节目的时候 已经在温暖的家里享受元旦假期 还有2021年的到来了 你的跨年方式怎么样呢 欢迎讲一讲分享一下 我知道许多人会选择看着跨年晚会 来迎接新年的到来 这也通常是我的跨年方式 那对我来说除了跨年晚会本身很有趣 很漂亮很宏大 其实我也一直好奇 就是这种超级大型的直播盛会 到底是怎么样组织起来的 我觉得就是我们今年的整体的视觉 风格和方向会更会叫前几年的 江苏卫视跨年演唱会有一个颠覆性的改变 会让人有一个耳目一醒眼前一亮的感觉 这是江苏卫视跨年演唱会的总制片人 黄西老师 从跨年演唱会开始筹备 一直到播出他都参与其中 那正如王熙老师所说的 今年江苏卫视跨年演唱会在视觉呈现上 真的非常厉害 尤其是各种增强现实的特效 特别特别强大 正是崔永江老师 在这场跨年晚会中 我们所看到的所有特效画面 都是由崔老师和他的团队制作而成的 而其中几乎每个节目都用到了AR技术 这一次的话在江苏卫视跨年这么一个神奇的舞台里面 我们其实有很大的一个发挥的空间 所以在江苏卫视跨年演唱会的开场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有AR的呈现 在薛志谦的表演里面 我们也使用了AR的技术 AR简单一些的解释 就是将虚拟的内容叠加到现实的内容上 而不是像VR那样 完全把你拉进一个虚拟的世界 那比如在现场 我们看到的画面也是这样的 电视前的你看到的就是这样 非常神奇 AR实现的难点 其实主要还是把这些虚拟的东西 给固定到现实世界里面 不然看起来就会像这样 非常的假飘来飘去 而且要固定这些虚拟内容 会需要很强的运算能力来进行计算 何况是直播你需要实时的运算 还需要考虑到延迟 同步 推送画面给所有的观众 这些问题都非常复杂 我个人觉得江苏卫视今年跨年 除了AR以外 技术难度最高的节目 应该就是这个天外来物 涉及到技术点实在是太多了 非常夸张 我们团队有幸跟进了这个节目的前期制作 了解到了它的幕后 节目里薛志谦要飞到天上的部分 会先让它在一个绿幕场景中进行拍摄 这个时候 它就要换上和演出当晚同样的服饰 还有妆容 身上要穿好威亚 来做一些飞起来的动作 在这个拍摄完成之后 崔老师和他的团队会把它抠出来 进行前期的特效制作 还有合成 构成这么一个虚拟的薛志谦 在正式的节目之中 逻辑上就会有这么一瞬间 从真实的薛志谦切换到虚拟的它 飞上天空 那又想做的天衣无缝 这其实还是要花不少工夫的 那比如说虚拟的它和现实的它 无论是光照还是阴影 广想都要对齐 而切换的瞬间 也要足够的流畅 才能够不露出破绽 而薛志谦真正飞出场馆在天空的画面 其实是一个虚拟的机位 也就是说这个机位其实是完全合成的画面 不存在现实中 也没有实拍 但在节目过程中 你也会看到它的炫酷火焰特效 还有场馆中这些天上游动的鲸鱼 这些就不全是虚拟机位了 那这些同时就有实拍和虚拟内容 所以实现方法就在摄像机上 再装上一个虚拟摄像机的定位系统 再把它们两者给对齐 就像是眼睛这样对齐 这样确保了虚拟摄像机和现实摄像机的参数 是完全一致的 然后虚拟摄像机会把采集到数据 送回到事先制作好的三维场景之中 那具有强大算力的服务器 会再运算出虚拟画面 把它和现实画面叠加到一起 合成好 送到导播台 这就完成了虚实结合的AR直播 所以逻辑上 现场的摄像还有导播 都是可以实时地观看到这些渲染的效果的 因为是直播 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 导播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 那今年晚会的机位加上虚拟机位 一共有38个 那在导播间你就可以看到38个机位真的 眼花缭乱 导播李清文老师和他团队 不仅要在这么多机位中准确无误 不穿帮地进行切换 同时也要配合AR节目的虚拟镜头 再来完成这些复杂的镜头转换 因为AR它有自己一套独立的系统 它会提供给我几个画面 若干个画面 然后我会根据歌曲的内容 以及AR它要表现的东西 去来回做切换 就是把AR和 和我们其他的摄像机的镜头 是给它去组合到一起 这次的导播团队大概有40人左右 那早在9月份 他们就参与到了前期策划之中 不仅要与舞美设计团队进行交流 同时也要参与每一个节目 还有环节的内容策划 以及舞台调度设计等等 这都是为了确保拍出来的镜头 能够连贯能够好看 而在现场 导播和导播助理之间 也是保持着实时沟通的状态 来而晚会更加高效地进行 我们最后一天 直播的总的工作人员数量 会超过1000人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 庞大的一个系统 这1000多个人 我不用每一条指定 都让这1000多个人同时知道 没有必要 我们就要各自分管各自的岗位 分兵把守 各自做好各自的本职工作 每一年 为了保证信息传达的有效性和效率 江苏卫视在通话系统的投入 是非常巨大的 会针对各个不同的组 配置通话方案 而核心岗位的40个负责人 会配备7G频段的通话系统 这个可以有效规避别的频段的干扰 来确保通话万无一失 这些负责人接收到指令之后 会再将信息通过通话系统 布置给手下 所以整体的共通效率非常高 虽然人多 所有的部门 都可以紧紧流条的来工作 另一个有意思的地方 是作为一场直播的跨年晚会 新年倒计时的卡点 其实特别值得推敲 因为你可以想一下 这是一场直播 前面还有这么多节目的晚会 是怎么控制到一秒不差的 和大家一起来喊出 2021年来了的 首先导演团队 会针对整场晚会的市场 进行充分的把握 还有考量 毕竟是直播 现场不可预测的因素 还是会有很多 所以主持人 就成了节奏大师 导演会把信息通过通话系统 传递给主持人 哪里快 哪里慢 哪里应该强调 这是非常体现 主持人专业性的地方 但即便如此 直播本身还是有延迟的 为了做到和我们的时间同步 在导播车里 你其实会看到一个 时间精准的钟 来呈现北京时间 另一个钟 则是呈现整个晚会的倒计时 那在迎接新年的时候 导播会算上所有的延迟 再通知主持人开始跨年 这样我们才能够同时 一起来迎接新年的到来 我们这个团队 经历了几十场的这样一种直播 之间的配合的默契程度 和这种补味的意识 已经是很强了 江苏卫视跨年演唱会 这几年其实出现了 非常多精彩的节目 被封为经典 那不难发现 幕后的主创团队 对节目的把控 已经不仅仅局限在舞台这一块区域了 通过特效 灯光 各类舞美设计 AR 拓宽了舞台的局限 给表演歌手更广阔的创作空间 实话说 我个人一直觉得 后台这个栏目 而不是自夸 真的挺好的 这是对我们团队来说 我们真的开了眼 看到了一个真正专业的大团队 是怎么样来给观众 实现这些视觉盛宴的 我们真的学到了很多 可能有的朋友会说 这些知识太专业了 场面太大了 离我太远了 但谁能想到几年以后 你会在什么地方 做什么事呢 至少我从来没有想过 我会有机会 走进江苏卫视的跨年演唱会的后台 也许将来你也会进入到 这些大项目的后台 成为其中的一员 我觉得我们做这个节目的目的 就是我希望那时候 你能够心里有底地走进去 因为你看过了 你了解了一个专业团队的运作模式 这对你来说不再是未知 也不会再恐惧惨忒 那我就会非常开心 因为这样真的帮到了你 让你能够更有自信 那好了 这就是我们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喜欢的话 请务必点赞 投币 转发 哦对 还有关注我们 这会对我们有非常大的帮助 那最后 祝你2021学生第一 我们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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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